赶到体育头条 Miauene Solen 将西班牙蛮牛纳达尔与世界球王迪约克维奇 连在一起 进入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南丹打冠军 今天眼看着纳达尔败相遗漏 就要被迪约逆转胜了 谁知道 Miauene安排 竟然让小雨变成大雨 裁判裁定比赛延到昨晚续赛 就是这一夜 就是这一晚 纳达尔回神 重新找回了网球红土之王的身手 他的眼神 他的气势 跟前往截然不同 他在关键第四盘 来以7比5拿下胜利 纳达成网球史上首位7冠的红土之王 爆走了4751万台币的奖金 职业生涯已经累计了11个大满贯冠军 主要报周哥报告 这场比赛真是太悬了 如果不是那一场集市语 中断迪约连拿8局的气势 那么迪约肯定已经拿下法网的冠军了 没想到 这改变就是在一夜之间 而且它真的发生了 中长纳达以3比1立刻迪约 第七度举起法网冠军金杯 英雄含泪的说 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比赛 跟全世界最好的球员对抗 还可以拿下冠军 是他最高的荣耀